我們見到你,你會不會推銷我? 喂,你也說到這樣,那你還可以給我什麼? 究竟Broker和Agent有什麼分別? Hello,我是Project Embellar的Adriana 今天這條影片真的非常特別 因為她是一個保險Agent的真心話大冒險 那為什麼我Adriana要冒著讓大家不喜歡的風險 都要坐在鏡頭前拍這條影片呢? 就是因為我們很希望去解答之後的客人 一些深入面她們可能又或者非常大可能會有的疑問 而之後Project Embellar的節目呢 是會包含一些理財101 又或者是投資理財分享 又或者一些保險產品比較等等的資訊 所以這條影片都很希望告訴大家 咦?喂,大家都是平凡人 你又是人,我又是人 為什麼你要相信我呢? 這條影片就告訴你們我們的初衷是什麼 就由你去決定相不相信我們說的話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有一件事我也想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浩瀚的網絡世界裡面 所有人都有權去發聲 包括連登啊 又或者其他不同的FORM 關於保險又或者理財的聲音 是百花齊放的 我以下所說的一些敘述 是絕對沒有針對其他同行 和不同行業的一些專才的意思 純粹只是作為一個比喻 去方便大家明白我在說什麼 而且這條影片還有一個很大需要討論的地方 就是我們自己作為Agent的身份 即是保險中介人的身份 和一個保險經紀 即broker的分別 首先回答了Project Umbrella客人 一個很普通的問題 就是你們不是broker 你們說的話的公證 又或者認受性是在哪裡呢? 我又憑什麼去相信你說的話呢?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關鍵字 叫做公平比較 網路上其實有幾個 是所謂中立的保險比較平台 無論是理財產品、儲蓄產品、危疾保險 還是醫保等等 其實他們會有一個固定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當網上的讀者透過搜尋引擎 去到他們的網站的時候 就是一個traffic 這個traffic 進去之後 包括你通過他們的網站 然後有一個廣告 又或者你會看到他們一些特約文章 譬如說平時我們在報章上面 都會看到 咦?為什麼這個說法這麼官腔? 那你就知道 我扯賣廣告而已 這些就是所謂中立的平台 兩個的收入渠道 而其實他們透過一個寫特約文章的方式 去賺錢是無可厚非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其實他們這個商業模式 就令到所謂的中立 已經變得不中立了 因為不同的保險公司 都希望在這些中立的平台上 去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文章 順便去介紹他們當紅的那個理財產品 那些讀者就through search engine 按進去看到一篇這樣的特約文章 加深了對這個產品的印象 他未必知道那篇是一個特約文章 可能那一陣子 那個保險公司給了很多廣告 就賺了那篇文章上去 這個時候 其實這個產品的曝光率 就會更加上升 再有一個更加極端的例子 就是這些所謂中立的保險比較平台 他們會有很多比較表 那個比較表就是一排由左至右 由不同顏色的那幾間保險公司 一個個不同的特點 就列出這個比較表 方便大家用一對眼 這樣看完的方法 去看到不同保險產品的比較 如果你問我 這樣排出來 這樣看是否方便和公平公正 其實我覺得是幫大家省了時間 但是所謂的公平公正是絕對不存在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首先這個表 他會不會有機會可以 放到所有保險公司的產品 是不可能的 就是說其實當小編 又或者那個網站管理人的時候 他是絕對有權可以 只是將三至五間公司 因為人只可以process到 大概三至五間公司的資訊 那五間公司 你是選哪五間公司放在這個比較表 你又怎麼知道那五間公司 不是這個所謂的中立平台 最喜歡的那五間公司 而這裡已經產生了一個 比較偏頗的情況出現了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 不說這個保險中立的比較平台 譬如說我們按開電視 我們看到股評人說 我們這個時候買入這個時候買出 陰陽燭等等 又或者我們年輕人很喜歡用的投資APP 他們鼓勵你去使用 那他們背後會不會有一個很強的商業的目的呢 我覺得又未至於的 但是因為他們的專業就在股票的買賣上面 又或者一些比較短線的技術分析等等 那偏向不是價值投資 或者中長線投資的一個論調的時候 當你接觸這些資訊 它可能只是一個APP 一個APP是中性的嘛 但是當你用那個APP 那個APP的設計本身 其實都是鼓勵你不停去做一些交易 不停去買入 和賣出 而之後那個APP中間是收入一個差價的 那這個時候我又會問自己了 其實這些所謂的股評人 又或者這些股票投資APP 它是不是真的所謂這麼中立呢 那我以上的這三個例子 其實是想表達什麼呢 就是這個世界是絕對沒有所謂的中立的 就是每一個平台 每一樣東西 它產生出來 大部分時間都是有一個商業的目的 就是我不是一個NGO 我為什麼要去為你做這件事呢 就是一個人 他為了錢 去為你提供一個諮商的服務 其實是沒有問題 也跟他本身說話的那個中立性 和誠實的程度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也可以問自己就是 最重要就是問你自己 你的那個需要在哪裡呢 你需要一個怎樣的理財產品 你是一個人來的 人就是有他自己的感性和理性的判斷 一個人的人生就是充滿著太多的不便 和不中立性 所以其實你只需要的 不是這些所謂的中立保險平台 而是你自己也要知道 這些理財產品背後所提倡的 那些是什麼呢 所以與其是追求所謂的中立性 不如你問自己 究竟你的需要是什麼 你本身的那個理財timeline是什麼 你究竟在什麼時候需要 擁有多少錢 一個盲目追求所謂中立比較的人 其實是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譬如說我從頭到尾都是想吃這個熱香餅 那我不需要一個很中立的比較表 告訴我這個納豆粉好吃一點 不是的 所以可以看到的就是 如果從頭到尾 我都很清楚自己需要看什麼 我知道自己的時候退休 我知道自己退休那一刻要多少錢 那我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個中立的保險比較平台呢 我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個人去攤所有的東西 告訴我 究竟這些理財產品哪個是最好的 好和不好 其實我覺得是你自己定的 那歸根究底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會這麼追求這些服務性行業所謂的中立性呢 那服務性行業還有什麼參與者呢 譬如說醫生 律師 美容行業等等 但是其實呢 究竟用什麼量度的尺度 去覺得這些人是好的 其實沒有的 沒有任何一個可以量化的東西 去告訴你 究竟我是不是一個誠實的人 我是不是一個講真話的人 人是好看感覺的 就好像譬如說 一有什麼事起上來 你去好肚痛 你去找醫生 除了醫生本身的那張畢業的certificate 和他的診所漂亮不漂亮之外 其實你沒有任何其他的渠道 可以知道究竟他能否治好你的病 以及他的診斷是否正確的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對 譬如說醫生眼入或者律師這些行業 那個寬容度可能會比較大一點呢 就是因為大家都已經非常需要這個服務 你都肚痛得要死了 你還怎麼有一個行程日誌 到處去比較不同的產生物 我看看他好不好先 不會的 譬如說你去找一個律師 你的頭髮已經要穿了七竅生煙 那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時間成本去找 很多不同的律師試一下 不行的 但是保險業就是一樣神奇的事情 就是你不需要像醫生或律師這樣 付出這麼高昂的費用 你已經可以得到你的服務 而且保險是買將來的保証 所以大家就非常有行程日誌 也都用一個極低的 或者甚至沒有的金錢成本 去做很多這些不同的比較 所以這就是保險業和其他服務性行業的分別 就是這樣 那你又可能會問我 喂 你都說到這樣 那你還可以給我一些什麼 我們當時成立Proud Umbrella的團隊和平台 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就是純粹分享 我們有長時間的專業訓練 還有很多顧客真實例子 去做你的參考例子 所以 我坐在鏡頭前 去跟你說這番話 我們做這麼多的社交媒體 就是為了讓你去很簡單的消化我們說的一些有用和實質的資訊 讓你去知道 原來買保險是應該這樣買的 理財是應該這樣做的 還有為什麼會拍這麼多影片呢 就是因為可以讓你們看到我們的樣子和我們的談吐 去除大家對一些保險或者理財策劃行業的一些不信任 不了解而產生的一個負面的情緒 其實2021年來講 有一件事我們很開心所見到的 就是尤其是我這一代 對於保險或者理財這件事的態度是越來越開放 大家可能還未有錢買 或者還未準備買 或者說再玩一會 但是大家還未像我爸爸媽媽那一代 那麼抗拒去討論這件事 或者覺得他是不是佔我便宜的 這個想法是慢慢在我們這一代消除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資訊越來越發達 我們如果真心想騙你 其實都是騙不到的 如果你們有心的話 是可以讓Project Umbrella掌握更多的資訊 只是問題是 你會不會花這樣的時間心力去做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很抗拒盲目比較 或者盲目相信 我們很希望接觸我們的所有顧客 都是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不會因為我們考研令識 其實這件事不會發生 有人會說 我們看到你 你會不會銷售我 你想想會不會有一個情況是這樣的 今天你很肚餓 走進餐廳 那個餐廳的老闆就走過來 喂 這是Today's Special 我們今天生蠔很棒 那你覺得他是不是在銷售你呢 其實他真的在銷售你 他就拿自己餐廳最拿手的菜品給你品嘗 那為什麼你又不覺得反感 或者被人銷售呢 最大的原因是 你肚餓了吧 所以 為什麼你會產生一種會被人銷售的想法 就是因為其實你不預備去買保險 你不預備去為自己的將來去策劃 所以你聽到我們所說的話 你就會覺得我好像去強迫你 銷售你 去逼你去買一些你不想要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是一個人 你有你自己的判斷 我們又是我的人品 或者是其他PV成員的人品 其實你也看到了 我們會不會這樣做 或者是想不想這樣做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衝動 所以你說會不會銷售你 我覺得不是銷售 而是我們盡我們的責任 去告訴你我們知道 和我們覺得你需要的東西 給你聽 來到這段影片第二個很大的主題 就是究竟Broker和Agent有什麼分別 Broker不是可以 去由一個獨立的角色 去比較所有的保險產品嗎 實情就是 當你去拜訪一位Broker的時候 根據我們過往的經驗 我不敢說 實質上社會上全部的Broker公司都是這樣 但是根據我們過往的經驗 中資公司 或者一些規模 市佔率比較小的公司 他們就會把自己的產品 放在這些Broker公司買 那你就可能會問我 為什麼這些 紮巾在香港很久的公司 會不傾向把自己 最優秀的保險和理財產品 放在這些Broker firm 賣給客人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買保險和買理財產品 那個客人 只是認得公司的名字 和經手人是誰 那Broker的服務質素 他會不會長期留在那間公司的這件事 是比較難作出一個保證和控制的 即是說 如果公司是 通過這些Broker firm 賣了這些保險出去 而那個Broker不做了 又或者那個Broker是因為其他原因 離開了的時候 那個客人便自然對那間公司 產生了一個不滿的情緒 但其實與那間公司無關 而那間公司也沒有辦法 去親身訓練這些Broker 所以為了維持這個一定的服務水平 即是這個after sale service 例如說 你病了有沒有人幫你去claim呢 等等 這些買身體保障非常需要注意的事情 其實一些有規模的公司 去到最後因為要去保障這個after sale service 所以他是不傾向把自己的產品 給這些Broker去買的 所以 只是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 如果在Broker firm買到的那些產品 有時候 未必是一些我們耳熟能場公司的一些旗艦產品 即是不要管Broker還是Agent 其實買保險和買理財產品 有一個很大的宗旨 就是所謂的那些公平比較 又或者越多選擇越好 其實在你的情況來說 不是最應該concern的事 反而那位經手人 他的人品 以及究竟他做得長不長 他是否一個負責任 又不會幫你跟得很貼的人 才是對於你來說 你最應該關注的事 無論是Broker也好 Agent也好 這個世界有好的Broker也好的Agent 亦都有壞的Agent 壞的Broker 所以其實 找Broker還是Agent 這個是不會爭取得完的問題 這條片就來到尾聲了 其實這個資訊這麼公開透明 就算是我們做保險Agent也好 也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去獲得其他保險公司的一些產品 我們Project & Bella 也很歡迎你去拜訪了不同的保險公司之後 去拿他們的Proposal過來 我們一起去比較 一起坐下來慢慢去談 究竟哪一個產品才是最適合你 這個我們是非常歡迎的 希望大家在買保險 以及買理財產品的路上都順順利利 可以找到一個非常適合你的保險朋友 幫你去跟進這件事 更加好就是可以follow我們Project & Bella 以及找我們Project & Bella 去幫你去買保險 以及做這個理財的規劃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